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真是開心 請來劉老師Kenny 總之你消失了 你為何消失媒體 消失了 其實是因為今年我主要有三件事想做 上半年 由年頭到年中 第一件事我做了是怎樣呢 我希望可以提醒大家 中港市要謹慎一點 我覺得我做了這件事 第二件事 由去年年尾開始 都想提醒大家 利率要小心一點 就算不是加多 要小心要浪的時間要比較長 對於我們接下來的投資影響會很大 今天和Debbie做完這件事 第三件事 我今年剩下的時間 甚麼都不管了 我只想做一件事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去找到一個V彈底 所以今天和Debbie帶了六個指標上來 看看這個指標 現在去到燃燈成怎樣 馬上說 還沒有燃燈 沒關係 不要緊 今天就教大家 看著這個六個指標 就算我不跟大家說 你們自己都留意這個指標 一路留意 希望今年有個時間 可以抓到V彈底 對 之前有個別的指標 都是在這個節目上特別和大家提過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截圖呢 慢慢跟進 那就再看 再足一點 我覺得這次的指標更加多 沒錯 可以和大家很快走通一下 這六大指標 我見到有多少呢 那些紅燈都亮了 大部分 但是還沒有儲齊所有印花 所以我見你的樓底指標滿意的 儲齊所有印花 就是你看到滿足度 現在五盞燈就亮了三盞 其實在一個月之前 亮了四盞 反而這段時間 市場彈了上來 先收回半盞 還沒有齊全 滿足到七成 我們很快看看這幾個指標 是有什麼東西 因為老實說 你說看市場到底沒有 不是說市場發生了 就到底不是的 我們綜合很多東西看 你看到我也是一個分析員 所以由估值出發 估值出發 沒錯 估值滿意的 也有五盞燈 有四盞燈 但是簡單來說 北水我是滿意的 現在我暫時來說 我最不滿意的就是 新經濟股 不好意思 好像很黑心 我嫌新經濟股的跑輸的程度 不夠勁 還有現在我們相比能 大家記得一件事就是 恆子和A股一起走 是不是 他們的關係很高的 但是 通常的轉角來說 恆子和A股是會有個分野比較大 那就是一個轉角 現在的分野不是那麼大 這兩個不是很滿意的 一會兒我們很快再說一下 好 我們由估值那裏出發 因為很多分析員 甚至基金經理 其實我想你的第三個願望 都是他們同時間的願望 因為大部份最近聊天的時候都說 夠了吧 中共股市太慘了 其實估值上不算貴 你特別看相對性 你跟美國的相對性 那你見到那個差距其實是一度抹闊得很緊要的 不要跟美國比 我們自己跟自己比 老實說 我們的股值始終是沒有人這麼高的 這個是歷史維持下去的問題 現在所謂有多低呢 我看這個都應該熟悉的 很多觀眾應該 左手邊是我們的市盈率 右手邊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看一看左手邊的線 跟平均11倍差很遠了 現在說的是9倍 還有我們說的是2023年 其實老實說 我想過了一個月左右 大家會聚焦2024 2024這一刻 是估計10%左右的盈利增長 那就是說大家用這個圖再打一個糾折 就是現在這條街股明年的成率 不過我不是很覺得這個數很可靠 就是現在2023都還未能夠計到這條數 2024 10% 我覺得是拍了這個數 那個能見度還是很低 很低 你都是先拍下去而已 所以你說好像20248倍不是更便宜 聽著先 好 那很快看看這個表先 右手邊這個表 現在 今天收市有17,600左右 上個星期18,000左右 9倍左右 我們曾經在兩個星期之前 我們見過17094是最低的 8倍7 8倍7看起來是否最便宜 都不可以說是最便宜 我會這樣想 氣氛老實說真的 不是很強 你說是否有機會試一個 我們曾經見過那些低的股值的位置 我覺得機會存在 亦都大了 變成大家心中有數 如果你說氣氛再沒有弱一點 最低會試什麼股值 我們就看回在疫情 曾經出現過的8.2、8.5倍 變成大家計算一計算 就發現這個表 如果你說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拿來參考的 還有如果你在技術位 很奇怪 黃金比率 我有沒有說過恆生指數在歷史以來 任何上升裂口 任何下跌裂口 無論如何都要補 可能隔了很多年 都能補得回這麼順其 還有更多裂口 去年上來有幾個大的裂口 其中一個相對抹得寬一些 11月的時間 1.618多 至2.6800多 一個大樓 剛好滑 拍了一些說疫情低估值 區間很接近 這個我覺得是大家很值得留意的一個區間 非常非常值得留意 去到這些位置 因為去到這些位置已經可以想再出鏈 變成這位再出鏈有10%的增長 中施未必適合 順著先 那就百倍留下 變成要想的 也是的 另外給大家多一條數 因為我又不是經常上來 看影片的節目 幾個月上一次 變成可能你是今季的 坦白說那些阻力 我計算一下 8月下來的黃金比率 同經在這個節目中和大家說 準的 這期這些股股不成功 看黃金比率是準的 穿了很多人追估 是的 沒錯 8月的跌浪 彈回了一半 18700 擺了一個短期的阻力 我應該都看到也挺重大 這個表大家可以拍下 是的 不過你又講到 其實這些事情 都是基於究竟 接下來的盈利預測能不能夠達標 說真的 其實恆生指數成份股 那個盈利預測由年頭到現在 這一刻為止 其實是不斷下調的 過去四年都錯了 是不是 就是過去四年 分析完年頭股的盈利預測 到年尾完全是錯了 過去三年不用說 過去三年年頭股升了多少 最後到那一年全部都是跌 好像剪了大概7% 是的 這個圖又清晰了 恆子你看到紅色那條線 就是由年頭剪到現在 就減了7% 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你加上股值收縮 再加上盈利跌 就變成年頭到現在 跌了10% 但是由高位跌 就跌了20% 就是這樣 黑色那條線有趣 科技指數 黑色那條線就是科技指數 這裡解釋到一件事 我們記得 一月摸了頂子之後 其實新經濟股是跑輸的 但是去到五月幾六月 開始跑輸 跟這個圖有些吻合 其實去到五月左右 你看到新經濟股的盈利率 咬回頭 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大家看到有幾隻大的科技股 今天做的盈利是OK的 是的 有升級的 出了商業之後還有升級的 所以你看到解釋到這幾個月 新經濟股反而是跑贏了 那這裡大家可以繼續看看 不過待會我們再鋪一鋪路 就說回究竟在科技股上 其實也是另一個對於大市 究竟什麼時候留底的一個大指標 所以大家留意著 因為我看到最近的盈利預測 就預示第三季有很多科技股 這個盈利都會做得不錯 究竟會不會有一個同樣的翻版呢 那就真是值得再看長一點 早日有一隻被人倒閉了 大家記得 這個我稍後一定會問你的問題 要問我的問題 這個呢 我們再去很快去回剛才那些指標 當中其實以前你都不停的 最滿意這個 一定要看 因為我看到它都亮了燈 我最滿意這個 最近都很多人說 喂不是啊 大市上到差不多18,200的時候 就看到北水開始 含含單日沽貨 那是不是他們這麼聰明的話 又預示我們很快就玩完了呢 所以又叫你update一下這個指標 看北水不能看單日的 不行的 你想一下股市都 又順順落落 我起碼都要一個周線 那個是那個來看 這個就準很多 我曾經說過的 北水是聰明的 就是它去年是低位的前兩個月差不多 不是一買就馬上升的 那它都撈了兩個月的 你看到左手邊的圖片 比較左呢 走上去的那些 今年的年頭 摸頂沽 3月我曾經提及過的 我有些稀奇 但是很快就發現 那個復常不遲預期 北水都沖的 馬上衝明就走 走 都走的都不買的 但是今期都買了一個多 接近兩個月的 那最近是縮了少少 我現在留意中 會不會像3 4月那種 是否見到某些東西而縮 但是你說買的那個力量 或者那個金額 其實不是太差的 不是說很差的 但是當然 就沒有說我們去年 摸底的那個聲音 爆了上去的 這麼明顯 但是老實說 它肯這樣買 這樣的氣氛肯這樣買 我收貨 但我看到很多人 都不夠100億 譬如單日 你用什麼指標去覺得 它是水量夠充足 還有啟事 始終你要北水買 我要一個所謂Absolute那個數 真的要實際那個金額 粗略說 現在其實北水佔 成交大概是14% 那不低了 左右到的 其實keep到的 其實keep到的 如果你說一個星期 能夠有200億加上 剩入200億左右 我收貨 現在百多億 不是很多 為什麼我都說 要Absolute金額 始終你的市場市值這麼大 雖然你整個成交少了 但是你沒有了這樣的動力 夠金額的動力才夠 南昌國重提一次 是沒有意思的 買A股那個 是那些 蠢豬來的 不要這樣說的 其實環球資金配置那一隻 它沒有預先 它的市場是淡就沽 市場是好 就追買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花太多氣力 看南水 看北水已經夠了 提到五盞燈 好啊 這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多人多些 看周線圖 不要每天追 不要每天追 不夠的 你要周線圖 就清晰一點 有一個持續性好一點 持續性好多 另一邊最近 比較多人討論 跟大使的相關閒數 就是人民幣 剛才我見到你的燈 都穿了四眼 我見到政策上 就很努力托人民幣 因為之前真的跌得很誇張 出招也出了很多招 現在的離岸不太起到 大概在7.3的位置 上不去 在中間隔 你覺得它頂住 這一部分 是不是都很不安心呢 這部分 其實我只是等最後一隻腳 人民幣當然很多原因 就是上落 其中自身的問題 另外跟美金的走勢 都挺有關聯度的 老實說 最近能夠頂得到7.3 而不是頂得到7.3 我覺得其實事情 有些在進展 我自己覺得 反而現在什麼時候 我要亮起那盞燈呢 我會看 可能我氣氛當中沒有那麼好 試試去年我們乘737 那我已經收貨了 我已經不需要很悲觀 不用的 但是無論大家看這個圖 都會發現這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原來人仔和恆生指數 這是我講的一個 inverse 就是人仔的股市是弱的 就是對於美金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 人仔再試一隻腳 然後把我們股市試一隻腳 可能我們就找到一個V彈 我那時候 我所謂V彈 上個星期那些連升六天那一千點 不是 那些你收貨了嗎 我是要起碼你三四千點 市低位你彈到兩成 有多 然後你的新經濟股 HIGHB也升到四千點 就是這種 上一陣那些不算的 那些就是波動 虛火來的 不要虛火 就是正常波動 我希望抓到一些這樣V的 因為我覺得最近比較難搞 就是你依然覺得 那個利淡的情緒 依然好像籠罩著 但是 不要緊 我利淡情緒 老實說我想見多些 不夠淡 永遠的事情 摸底和摸底的情緒 摸底一定是最高障 摸底一定是最悲觀 我們要打破自己的心魔 所以為什麼我要擺這六個指標 就是希望客觀一點點 除了心魔 我知道到時一定會害怕 但是我會覺得 不是啊 有六個指標是很棒的 好吧 衝下去吧 我差一點點 你觀察市場情緒是一個很虛的東西 例如我們去茶餐廳喝茶 究竟隔壁那些 隔壁是否在討論 港股不用看 那些 如果看譬如電視台 或者甚至這裡的節目 那些觀眾 或者互動 你都反映到他們 都不太想看港股的 這個其實已經偏淡了 偏淡 之前大行 其實布林伯蘭有單規 港股單規 大家都不想看 14點 然後有些開口很快 是12點 沒錯 不過未曾形成共識 那你摸那個情緒 你看我是五盞麥克風和四盞燈 都叫做 剛才你講的指標是對的 我會很留心 觀察一下所有評論員 所有行的看法 是不是一面倒是悲觀的 我們一月就是一面倒 非常樂觀的 我現在是希望等這個 那你剛才講的那些飲茶 沒有人講股票 跟朋友說不要講啊 你很浪費啊 看美股啊 就是講這些 我想大家玩耐股票 就起碼有個經驗 這個叫市感 我說 很難解釋 你會覺得怎樣 但我覺得剛才是對的 看多一些 你的節目也很好看 看評論 看會不會是好 一面倒是淡 你現在都沒有很坦白說 因為我現在都 還看到一些 看港 第四季有反彈機會 我希望連這些評論都沒有 嘩 這樣就 這樣就穿了一盞 因為有時候 中央股市說 氣氛差和表現 爆發 什麼都齊了 對於中國的風險因素 還未可以釋懷 甚至最近 極多 在A股層面 激活資本市場 印花售又減了 匯金又入市了 最新也有全民說 什麼平穩基金 那些 都搞不定 經濟數據稍為回穩 都好像外資不買帳 變了 你的A股很難跌 很難跌 我不知道 大家好像處於一個殭屍位 打橫 陰桿 不會的 不會打橫 市去到某個位 它就會 一是又上 一是落 現在機會當然要向下 剛才你說的很對 對於外資來講 老實說外資 他看A股 看中港股 他看得比我們簡單 相對簡單 他會看一些因素 但是對於他來講 配置就是 你這兩個股市 對於我來講 環球佔幾個百分比 不要想那麼多 他只會看一件事情 就是 你現在整個基礎因素 我是不是明顯 我覺得 是扭轉向好先 或者 已經不能再衰 很明顯他的想法 他還未覺得 他知道 對的 我知道你在做事 但是我不覺得 你馬上可以把整個局面扭轉 我先看好一些 他只是這樣 他只是這樣 但是你說得對 為什麼現在沒有賺下去 因為他又不是太貴 而且你真的在做事 而且你的基數這麼低 你去到這麼低 你的基數因素 你都有機會改善 他變成這裡 去到這個位置 他不會說 你就算多賺你三千 他又不夠膽 變成了 現在就好像你所謂有些僵屍位 所以我不是要用六個指標去幫幫我 究竟現在我們到那個位置 而這個指標 譬如你看A股 說真的很多人說 A股其實他跑完恆子 是不是 當然 是的 如果你計算 戶心三百 今年大概跌6% 那恆子都一成 對的 是一成 科指反跌6% 是的 如果你說要兩者一起拉 去摸一個V彈位 你這個預視怎樣 射到恆子的走勢 這個呢 其實呢 我不講太多一些統計學的東西 基本上呢 就是用一些 Ease of Regression的方法 一看回恆子和A股的關係 恆子和A股本身的走勢是很一致的 我會用一個 看看 即將它拼合 用一些統計學方式去做 那大家看到 在右邊的圖 有三個圈圈圈圈著 原來你發現 每一次 那個 那次摸釘摸底 很有趣的 恆子摸頂的時候 就是會比A股升多很多 摸底時 也會跌多很多 其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港股是容易出入的 還有成交相對又小一點 變成了你去一個極端情況之下 它是會將升幅和跌幅誇張了 誇張了 所以這個就是背後的那個想法 那就更易幫你摸到 沒錯 大家看一下 條線最右手邊那裏 你發覺不是說兩者好像 好像去年10月那裏 明顯看到紅色的線低很多 是啊 那是很清晰的 或者1月那裏明顯看到 紅色的線都升凸了 那很清晰 我們摸頂的 現在還未夠清晰 兩盞半燈 但是我會有一個看法 就是我們不會 這次摸V底 都不會好像去年10月 摸得這麼遠 但是隔開小事就可以了 是嗎 我會和大家一邊保持 一邊保持 保持這個 兩盞半燈 是的 有些就比較難 譬如揣摩 你所說的 其實你看這些股市的關係 之餘 還要看不同的板塊和個股的關係 小時候你已經教我 那個大市 你小時候 我小時候比較好 即是那些股份跌有一個次序 先跌邊淚 再跌邊淚 接著跌到 連些人覺得 我連錢都不 要錢不要貨了 連那些什麼 電訊股 有息收都不要了 那大事是見底 現在是否還要用這個思維 以前升完大股 就升小股 升完小股 反過來摸底的時候 小股或者是會跌得最多 在今時今日 小股老實說 已經不是一個 我們叫做資產 asset class 我們代之而用的 就是新經濟股 新經濟股大家都知道 就是ATMHC那類 那些 現在其中一個摸底的指標 我們就要見到 這個我們叫做 high beta 即是高貝打 即是市升的時候 它會升多一點 市跌多一點 它的股 我要它跑輸 明顯跑輸得多 跑輸了 一條跌跑輸了 指數跌得多一點 指數跌得多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可不可以 下一張圖 那個相對表現 我們又會見到 就有分別了 左邊是那個 absolute的跌幅 即今年現在 我講中港的新舊經濟股 黑色是舊 紅色就是新 右邊你會看到 新舊跑輸 跑輸 紅色的條線 右邊你會見到 紅條線向上 即是那段時間 新經濟股跑輸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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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都是跑輸 嗯 但是五月開始跑贏 就是因為剛才看到 我的盈利預測 很棒 那一邊跑 跑贏了 最近呢 你看到大約九月左右 開始跑輸 我打算可以了 可以了 再跌多一點 不好意思 黑心一點點 因為我要摸到底 我也想見底 是不是 那我就要看到 跑輸多一點 但是反而這幾天 就因為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大家 對於那個 息口 或者真的對於那個經濟上是多了 就是憂慮 反而就是舊經濟股下 就落得比較多些少 所以導致到 反而最近那一個 大部個月 新經濟股就將上來 那變成了 就完全不是那種 我想見到 大家看一個圖 我想見到 大概是三四月那種 就是那個明顯地 新經濟股 相對的 是落了那個 如果你說 原本那個 在美那邊 右邊 如果延續落多一點 那我們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收回半盞燈呢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我看看 你會不會 每一星期後 又要亮回那個幾盞燈 其實轉得快 因為 這些一個月可能變化很大 是啊 新經濟股的情緒擺動很快 例如 上個星期突然間 出了一隻電商股 那天 其實大家 之前那天 都沒有什麼想法 第二天 突然看到 為什麼跌一成多 然後 沒錯 那些大行報告 多到 人家一減目標價 那一減二十幾元美金 就是你很少見到 一隻這麼大的科網股 這樣被 下跌化 我就怕它火燒連環船 那天 很多同事問 什麼事 什麼事 我們很快已經看到 那天 同一時間 都有十幾間行 同一時間下跌它 作為一個前大行分析員 我看你一下 我馬上知道發生什麼事 怎樣 我不是特別針對這間公司 通常如果一間 很多行去跟進 一間所謂的幾個投資者 都去看公司 如果突然間 出了十幾間去下跌 一定是一件事 就是 它應該是 突然間公司看到它的數字 確實是跟這條街爭得比較遠 通常一般來說的做法 就是 開call會 叫全條街的分析員 去給一個所謂的指引 Consensus 指引他們 當然了 不可以說數字 但起碼給一個方向性的指引 就是 似乎今次的事件就是這樣 剛剛過了九月的第三個季節 突然間上個星期 就是十幾日 賣到的數字 和分析員的 差很遠 馬上call了 就給了一個指引 當然了 分析員有這個指引 就馬上做事了 所以大家都不能等 我相信事情應該發生在星期四 開完會之後不能等 星期五 大家當然是出了報告 我在這裏 要提提大家 我不是特別針對這間公司 但如果作為一個 前分析員 看到一些機構投資者 很關注股 而它在季節之後 才去給出一個指引 即是說 對於分析員好 基劉來之好 它是 馬上折一折 那你說的話 我還有沒有信 會對它的信心 是下了很多的 除非接下來 它明確指出 它哪一個季度 是整個生意的情況 是扭轉 好 甚至給了一個很堅實的數 是怎樣扭轉 否則的話 接下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我相信可能是 半年 或者更長的時間 市場會對它們很謹慎 聽著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所以 對於這些股的反彈 要不好的情況 甚至我會有理由相信 這些股 是很容易會 繼續延續一個跌落 直至它公司 給到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說我們已經最壞的時間過了 扭轉到 你不信嗎 不信你看完那條數 可能真的不信 另外一件事 如果要看完 如果連這些大的股 都發生一些 要這麼遲 你才能給到一個這樣的指引 尤其是現在老實說 市況不是那麼強 對於這個經濟 老實說 大家也覺得 不是很強 摸不清 很容易會燒在旁邊 你電商是這樣的 你燒是這樣的 另外那一隻會不會都是這樣 那你揹個腦 老實說 現在外資對於我們中央股市 我可以用三個字 是不友善 態度不友善 不是說你什麼政治原因 不關事 是因為你整個基礎的數 是不是那麼好 那麼正面 所以很多人會抱一個懷疑的態度 你講 你正面 我先聽著 但你有一些不如意的東西 我會馬上相信 所以大家在這個case 要留意一下 就是小心會燒 例如說 其他的內需股 或者其他的電商股 尤其是 尤其是 五六月曾經 就是當時我們 大家會覺得 那個基礎的事實 就算沒有 但不要緊 有些股外你都喜歡的 例如 旅遊 不應該影響到 消費 消費 電商不影響到 機車 沒錯 這一類就是之前大家很放心的 但如果有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他都 有些指引要這樣 突然間 這樣調低 也那個股價這樣下來 大家會對其他有關的都會緊張 對 要醒目一點 特別接下來都是業績期 很多科技股 大型的 現在的盈利預測相對樂觀 小心點 到時有比較大的路差 尤其是過去幾月是調高了 對 還有外圍有時候 現在很多事情都摸不清 說真的 你到今天睜大眼都依然在說 外圍美金很強 沒錯 然後腰子抽得很厲害 你小時候又教我 是你小時候 不是我小時候你還沒出生 你剛才開始網時都說 外圍無風險利率都這麼高的時候 你看不清 對於投資者的心態上 我們的必要收益率的要求很高 我們又要重新想過 究竟我們怎樣才為止是值得拿的東西 那你又怎樣看 最近外圍在喊交 究竟長債息升是一個什麼因素呢 因為看好通脹反彈 因為經濟欣欣向永 因為息口見頂 所以就這樣解釋了 那你又怎樣看 我刺路賣路 我會覺得最近大家討論這個息口 長債息是錯重點 我看很多的評論都完全錯重點 即是捉不到那個說法 我可不可以很快問問你 即是現在大家最普遍說 長債息升是因為什麼原因 那就是加息周期元 或者是因為擔心 為何最近會升是因為擔心 今年還未加完 通脹什麼 即是那些 但當大家看了這個圖 我希望給大家一個想法 這是什麼呢 三條線 可能有少少會亂 大家留心點聽 你看到三條線 不如用紅色那條線 你看到左邊一直拉到右邊 好像有些年期那樣 簡單來說紅色 你看到1Y 就是一年的美國國庫捐的債息 現在大概5.5左右 一直到最後 看到30Y就是什麼呢 30年 三十年期的債息 現在大約是4.89 懂得看吧 即是不同的年期 現在的債息是多少 咦 還有兩條線是什麼東西 紅色那條線就是 今天每一個不同的年期 是多少息 而灰色那條線 一個月前 都是這樣看的 黑色那條線 三個月前就是這樣 即是說 三個月前 三十年債息 四厘都沒有 三厘尾 現在這次的今天呢 四厘多 好了 那代表什麼呢 我想駁斥最近的一些評論 咦 是不是這個債息升 是因為 誰說了什麼 CPI 比什麼高 0.01 所以 那些人怕加息 所以債息升 如果真的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到這三條線 應該會是怎樣的呢 應該不只是 在30年 什麼20年 這樣退上去 應該全部一起退 應該沒錯 Debbie說得很對 就是連左手邊 什麼1Y2Y3Y那些 短年期 都應該一起退上去 這樣才符合到 就是大家害怕還要加息 害怕的通脹 但是現在很清晰的事情就是 我們正在越長的債息 才會退上去 這個代表什麼呢 我的解讀是 這個反而是代表了 市 不是太過擔心 接下來還會加多少次升 如果短期都會升 反而是害怕 接下來的息率 是不能減 是的 變成所謂 剛才你剛剛讀了三個字 就是high for longer 是擔心這個情況 也是我過去一年 都提及了五個中文字 就是 我是擔心利率正常化 或者那個超低息時代 是過去了 而利率正常化 是擔心這件事 怎樣 什麼利率正常化 是的 為什麼是正常 說什麼呢 我有一個 給大家一個概念 哇 現在 利率加到五里很高很高 如果你年輕 你好像Debbie那樣年輕 那當然是高 但是我們老人家 我們見過七八十年 或者這麼說 其實應該只是 在海嘯之後 08年打後 才這樣 或者我們看一看這個圖 有一個 我再欣賞我講那個 大家看到 我藍色那一批東西 就是 海嘯之前的 你看看 無論是黑色那個 聯邦金利率 或者紅色那些 十年期債息 都是遠遠比海嘯之前 高很多 那當然啦 我只是給你一個平均數 就是左一個三個 就是原來 我會說 海嘯之前那個 才是利息的正常 海嘯發生之後 根本是超低息 是正常的 原來以前正常的時候 美國利率 平均是四里八 四里八 十年期債息 平均是六里 是比起那個 當然是正常的 你比起利率 當然是高一些 但是現在什麼環境 現在你的利率是五里幾 但是呢 十年期債息只有四里幾 是未追到 如果現在 最近 如果長濟息 發育息一件事情 也有很多人在說 明年初 可能說明年初 就開始減息 現在移一下移一下 大部分都說年尾 老實說 你移一下移一下 可能你明年是完全不減息 如果你當不減息 你可能會保持五里二幾 我加不加息 老實說 你再加一次 半次就好了 沒有所謂 如果你說二一個 真的來正常化 我們紅色的十年債息 不應該是四六六幾不低 是應該是六里 但是要記住 在一個多兩個月之前 十年的債息是三里幾的 更加是軟 所以現在 你反而如果用一個 這樣的角度去想 你是完全解釋了 所有 為什麼這一個多兩個月 長債息 原來這件事情 升得多於短期的債息 升得多於短期的債息 是跟接下來 究竟加不加多一次息 通脹是否差那0.01 是完全沒有關係 反而這個時間在思考 我們是不是超低息的環境 真的過去了 那很快 因為時間關係 在這個利率正常化下 最大的 對我們投資思維的影響 會是怎樣 當那些人發現到 原來你的利率正常化是真的 你覺得那些人會怎樣做 做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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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剛才你已經提及了很多次 無風險利率 必要失去 全部都是告訴我們 當利率 如果是美息那麼高 做定期那麼多 那我會思考 既然我沒有什麼風險的東西 我買十年期債息 都要有四厘幾厘五厘 我做定期有多少厘幾厘 那我就會想一下 我買的股票 它給了多少股息率 我買樓有多少租金回報率 變成水漲船高 變成你所有東西通通 你要求的股息率也好 就要高 租金回報率也好 什麼率也好 全部都要拉高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 第二件事 我還要不斷提醒大家 過去一年就是 我們要小心 我們接下來的利率 可能不是這麼快下得到 如果不是說話 我們很多利率要推高 那很快講完就是 你看到最近 開始有些股票 都在行 我接下來有機會 派不到那個股息 是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本身 如果你在借錢 以往做一些利率調期的東西 可以將利率 鎖定再低位 鎖定再低位 但是當那些調期 一旦到期 它再借新錢 那個息率會高很多 它就會影響那個利率 利息支出會高很多 因而影響到可能 減派息比率 減派息 就是這個原因 大家注意到 接下來的市場 什麼時候開始 真的消化到你剛剛講的這件事 我希望你可以快點出來做訪問 證明你的燈都亮了 以及市場已經出現V型化 如果我還想問 應該是那些燈都亮了 我是拍 快點 穿了出來做訪問 好 大家都想多點見到你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老師 下次再見 拜拜